檸檬加煉乳 你叫什麼 加薪檸檬汁 加薪檸檬汁 哈哈哈哈 不贏我 一秒回去下一條 你下一條 今天最好吃的 今天最好吃的 我剛剛跟你說客家要買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ppany 歡迎收看今天來開箱 今天來開箱 終於來到今天來開箱第三集 第三集 第三集 其實是Costco系列的第三集 為什麼 因為真的 有遇到自己有興趣的東西才會買 來跟大家介紹 好不好吃就是 很真實的新的 血淋淋的新的 血淋淋 好啦 那趕快來講一下 最近買了幾樣 三樣 四樣 四樣嘛 因為我們昨天去Costco 發現這疫情期間 它的那個桌子本來是瘦掉了 然後後來聽說 我聽網友說 它桌子又回來了 就趕快去 因為為什麼很喜歡在場吃東西 像我們去那個桃園店 它的那個位置雖然回來 但是沒有很密集 位置都離很開 所以位置還是沒有 射下去 位置沒有很多 還是要等一下 你就一直盯著那桌這樣 一直看 真的好你給他壓力 給他壓力 給他壓力 然後我們發現那個 披薩有多的新品項 是什麼 BBQ雞肉披薩 欸 可是怎麼不見了 之前我們很喜歡吃那款是什麼 之前我們很喜歡吃那款是什麼 鹹豬 你驚為天人 因為它切得滿大塊的 對啊 那就是 就很像之前的口味是 你沒有吃過 然後你想要嘗試一下 但吃起來我覺得 驚喜度沒有很高 沒有到很over 就還OK 可是像我覺得那個 之前鹹豬肉給我的分數比較高 金醬還OK 那金醬那個 逆口度比較高 就是剛開始吃會覺得好像大力有點特別 可是吃了第一口就說 喔 就是BBQ 有BBQ醬的味道 我覺得也沒有特別突出的味道 那你覺得一次就是BBQ 對 有一種 煙燻醬的味道 煙燻醬 可是BBQ本來就有煙燻 一點點 一點點 很低啦 很低 那是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是嗎 哈哈哈哈 我就吃完之後我就覺得說 你是火狀消微披薩嗎 你不要騙人 你只是把醬改了 好啦 總之 你如果吃那幾個口味你可以嘗現一下 但是不要期待太高 他就是 欸 換一點口味這樣 對啊 保守的 保險的口味 下一樣是 最近大家很怕的這個是 蒜香奶油乳酪麵包 六個入 六個 看他剩四個 因為一個被我拿去烤一個 在這裡剛烤好 六個 這個是299 對 我昨天看到 沒有打算要買 對啊 這你硬要買 然後 因為還是很多啊 剛剛說這很好吃啊 很多人就覺得好吃對不對 這是新的啦 那保證金是兩天 299 你有看到其實心意值不高耶 六個一個等於是50塊 50塊耶 50塊一杯 一杯幾個 50塊一杯幾個 他是建議上面寫說 請攝氏180度烤3分鐘 建議啦 這樣的方法 你也可以冷吃啦 那我想說既然要建議 就吃一個建議的方法 你看他是這樣 很像那個大亨堡這樣 比較小版的大亨堡 上面是 香蒜 一打開都是那個香蒜的味道 酸味很濃 乳酪 乳酪 對 他有加檸檬汁耶 對啊 他裡面奶油吧 奶油應該是 大蒜 煉奶 他有加煉奶 大蒜醬沒有加煉奶 對阿 他的醬他裡面有醬 我來吃看看 沒人醬 喝一瓣 你給自己加熱水吧 我都烤過他的 外皮比較酥 比較有口感 比較香啊 這偶有一點油膩感 但是他的那個 有點微酸 微甜 的那個感覺 你又錯以為他是那個 檸檬 對 他有加檸檬嗎 你會覺得他很像檸檬慕斯 但是 他有煉乳那個甜味 跟蒜香下去綜合 剛吃下去是 有驚豔的感覺 是還不錯 你講話嗎 有驚喜嗎 有驚喜啊 就是很好吃 就是 他也算是一種就是 如果你喜歡吃甜的話 你覺得OK 你喜歡吃蒜香 然後喜歡吃甜口味的話 你不怕油膩 你會覺得他非常的好吃 就是 如果你比較怕甜 比較不喜歡那麼甜的話 他對一般來講 算是甜度比較高的 口味算不錯 可是我覺得他麵包算好吃 要 要烤過 要烤過 不烤過的話我覺得 就不行 沒烤過不行 烤過跟不烤過分數差這麼多 蠻好吃的 可是一個五十塊 可以啊 可以喔 可是我覺得29 29有點貴 偶爾吃一下 我覺得我只會買一次 可以 所以就偶爾 偶爾喔 很想吃的話 有驚喜一定會膩喔 所以說要加二驚喜 因為有檸檬味 它會跟電乳味道一起在那邊 蒜蒜下小 檸檬加電乳 你想要什麼 加西檸檬汁 就加西檸檬汁包在裡面 可是你會被那蒜香又拉回來 蒜香口味的加西檸檬汁 這樣很奇怪 加西檸檬汁有沒有考慮出蒜香口味 建議一下 就是我299會想要買一下 那我拌一拌 我不會回購 你油膩一次就夠了 欸 是算不錯啦 熱量應該是很下的 好好好 下一道 再來是 這個是 大魚小丸子 這個算是爭議很大的一個 因為很多人覺得不好吃 為什麼要特別講出來 因為它不是新產品啦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吃 小愛 第一個我發現很多人是 馬來西亞直接拿一個微波 微波不行 它很燙 第二個是 它其實 它其實口味比較偏日本 它就是日本的啊 對 它不知道它日本跟台灣差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口味的那個 章魚小丸子 你們會覺得說 章魚小丸子裡面就知道比較熟一點 然後 不會那裡咬咬 可是你們去日本 因為很喜歡 我很習慣 或是很喜歡吃它日本的口味 只會 它的那個裡面都是有點像 半熟半熟的感覺 比較咬咬的感覺 對 所以有人吃了買了 會覺得不太習慣 那第二個是 沒有醬 對啊 沒有小丸子醬 對啊 可是我自己怎麼吃的你知道嗎 我自己就是會去買那個日本的 這是什麼 梅乃滋 用日本的梅乃滋其實就OK了 或是說 你有芥末醬 主要是醬的部分 可是我自己就是 很邪惡就是這個 會胖 會胖 會胖梅乃滋加這個 這個是 這是什麼 柴魚片 然後最後人家加柴魚片 可是柴魚片買不到嗎 也不會啊 台灣也有啊 台灣也有啊 所以我們說買一個很恐怖 買一個蛋液包裝 我肥也有看 不能出口去 來來來 嗚 嗚 嗚 再畫畫你 加柴魚片 好 完成 這個用 有沒有用什麼 用氣炸鍋 比較好吃 160度 160度 大概10到12分鐘都OK 你就可以吃到酥脆的 日系的 蘸丸子 試試看 哎唷 一秒回心災調 心災調 我告訴你 一秒回日本 有啊 它皮脆脆的 它鹹度稍微有一點 因為你是蛋吃它會配那個 皮 我覺得味道剛好 不過 吃清淡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 有的人講太鹹是真的 有的人會覺得太鹹一點點 因為它有調味 它有調味 對 可是我覺得還算喜歡 對 這個很像 比較日本賣 對喔 這個現在小吃的 可是現在小吃的 它比較大顆 它比較小顆 它裡面有調味 可是它裡面只有放 一小個那個 章魚餃 對 日系的口味啦 我覺得比較日系的口味 如果你真的很台系口味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固固的蘸丸麵粉 怎麼會好吃 對不對 好 所以 只推薦給你喜歡日系小丸子的 好不好 OK好 我們下一個 最後一個是這個 登 這個是什麼 法式小麵包 蒜香口味 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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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 我小丸子在中間 欸 這是什麼 Fanlip法式小麵包 蒜香口味 好 大家多少錢 原價好像329 329塊 然後裡面有6小包 6小包 對 一包120克總共720克 一包50幾塊 欸其實不大包 就一個手掌這樣而已 滿滿的啦 又怕虧光嗎 對 用來氣口包看看 有 桶桶的蒜香 就是蒜香啊 喔 多可怕嗎 有啦 大概到這裡吧 像是七分 七分 七分滿啦 可是密度很高 因為它不是什麼七型怪狀 就薄薄的這樣子 所以滿滿的 好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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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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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酥 欸它 先吃進去的味道是甜的出來 對啊 它蒜香在後面 它感覺沒有很油膩 還不錯 欸有甜甜啊 對啊 這是走一種 蹲地胖的啦 這 有蒜脂耶 煮飯 有蒜脂喔 這很蒜脂耶 很好吃耶 對啊 不是 今天最好吃的這個 它是跟你說客家要買吧 五十幾塊一包喔 可以啦 那一條五十塊 那一條五十塊 然後那一包 再看你看看那一條一包 那一條一包 299 這三二九 那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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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可以放喔 這放兩天 放兩天 可是它說它可以 兩天可以放一週啦 那個小姐昨天有講 對啊 好啦所以結束就是 我可以啦 這集好像沒有什麼厲害的 好喔這真的滿好吃的 這個值得買 對啊 會回購 會回購這個 對啊 還有那個小丸子 我自己會回購啦 好啦 啊Pizza也是可以去吃吃看啦 對啊 好啦 下集見拜拜 看起來很厲害耶 那麼多專業喔 對啊 哎唷耶